我们现在开始染凤凰 用三绿和三青调色 调成蓝绿色 先从凤凰头染 因为凤凰头画的比较小啊 染的时候注意点 别把眼睛给涂上 脖子可以把笔倒过来 把笔打散 这样呢就是像给鸟 画鸟丝毛一样 这是鸟的绳脂 尾巴跟前的 脖子那地方能让它浅一些 下面我们就染那个凤凰的翅膀 翅膀从翅膀尖开始染 这个凤凰跟鸟呢 也是一样的 画法也一样 染 它的那个羽毛呢 也是一样的 它的翅膀分一级 飞鱼 二级飞鱼 三级飞鱼 就把这翅膀用这种办法 笔尖从外 染过来 然后再染另外一个翅膀 也是笔尖从外 应该把笔尖的颜色 重一些 这样就把这个翅膀染出来就好看 翅膀尖应该蘸点那个花青 这样的翅膀尖就颜色就重 这样凤凤凤的头和翅膀就染完了 好